日本紅本縣在短短兩日發生多次地震 最近一次還要強達7.4級 令不少建築物嚴重損毀,還觸發嚴重山泥傾射 更嚴重的是有不少露面出現破裂 有當地居民在地上寫出求救字句 這一刻,全日本陷入一片仇雲慘霧 而地震發生那一刻,還有不少香港人身處日本 包括去了日本拍攝的神麗香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,他已經回到香港 還跟大家報了平安 而他接受我們訪問時,他當時身處名古屋 與紅本縣都有一段距離,所以就感覺不到地震